我来了 欢迎收看泰拉瑞亚纯召唤师生存第七期 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 我将在两天内更新下一期 点赞越多我就更新越快好吧 上期视频我们是打败了骷髅王和联动boss 鹿角怪 那到这里肉前的boss我们是已经全部打了个遍 接下来就是准备打肉3了 但是我们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不能就这样直接去打肉3 肯定打不过的 而且我们肉前所向披靡 到了肉后只能微微落落 那还怎么玩对吧 首先我们要多钓些鱼 遇事不绝就钓鱼 顺便把这个任务给做了 看能不能钓到一些好的宝箱 开一点视频出来 这样打肉3也好打一点啊 钓了5条珠宝鱼 还有一个铁箱 OK回去 交一下任务 哎给了些什么东西给我 给了我一套咸鱼套装 我瞬间变成一条没有梦想的咸鱼了 我突然想到腐化之地还可以炸一点珠子 说不定能炸点视频出来 哎 我就炸了一颗怎么就出来了 哇靠 我来不及上去了 糟了 不会在这个里面被它绞杀了吧 赶紧爬上去 好黑好黑好黑 它身上在着火 哇叹 一边只死一劫 一边只死一劫 就好像打那种腐烂的树枝一样的 吹库拉朽啊 哦哦哦 这个打击感太过瘾了 哦哦 真爽打的 如果打铁藏籽也能这样打就好了 哦 太过瘾了 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种花要用花盆 我以前没用过 我都是随地大小种的 它这个地方有各种相对应的植物的花盆 那我们一样先买个30盆试一下吧 30盆应该够了吧 应该够了 它这还有南瓜种子也来一点 把地面稍稍修整一下 种上南瓜 然后把我们之前的花田 全部换成花盆 好 经过半个小时的艰苦改造 终于是把这个花田修好了 我发现花盆确实是好用啊 可以像平台一样随便跳上跳下 而且如果花没成熟的话 这个花杖是打不掉的 不会误伤了种子 有这么好用的生活小贴士 应该早点说嘛 早说 为什么不早说 南瓜熟了 把南瓜收一下 这南瓜长得好快呀 一下子就长大了 看一下渔夫任务 天湖 那我们就顺便拿一点蘑菇草种子 去天湖那里做一个空中蘑菇地 到时候可以往天湖那边传送 那我们先搭蘑菇地吧 把种子种一下 哎 可以 继续 直接连通这两个空道了 稍微搭高一点吧 这样蘑菇树也可以长高一点 挖一个进天湖的门 OK 我们的蘑菇地搭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让它们自然生长就好了 再把天湖的钓鱼场修一下 什么任务鱼都没钓到 应该是这个任务已经过了 这个蘑菇地卖延的还是挺快的 果然变成了腐化之地的任务了 好 钓了五条这个浮游士鱼啊 然后还有一个铁箱 一个金箱 以及一包裹的这个紫灰棒鱼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搞批发呢 回去 先交任务 生辣药水 我们来开一下箱子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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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箱 塔塔匠 什么东西啊 宠物 一头小牛 还是换回切斯特吧 最后是金箱 开 啊 海龟鞍 没什么用啊 总不至于让我骑着海龟去打肉山吧 又钓了五只骷髅鱼 交任务交任务 什么 又给了我一套咸鱼套装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 我们要开始让他们分居 然后造金塔网络了 不知道他们舍不舍得离开我的豪宅啊 首先是雪地 直接就地取材 然后把地稍微平了一下 就开始造房子吧 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 可以住就行 OK 双层别墅造好了 上面住电弓妹 下面住哥布林 好 找圣柜子啊 接下来是家里面的森林金塔 家里面这个也造好了 本来是应该住高尔夫球手和动物学家的 但是高尔夫球手还没找到 就先住商人和动物学家吧 商人 你要替高尔夫球手好好照顾他啊 就是这个房子离我们的公寓太近了 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啊 造一只猫和一只狗进来 试问谁又不喜欢撸猫撸狗呢 雪原这边的金塔已经可以买了 买一个金塔 放在这个上面 好 一个金塔搞定 有小伙伴提醒我来巫医这里买一个矮人项链 我一直忘记了 可以增加一个仆虫上限啊 召唤师臂带 然后就是上期眼瞎啊 没有看到这个收音机零件 原来是可以破解饥荒的这个滤镜的 这个灰暗的滤镜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们把这个收音机零件带着 哇 果然 我的世界一下子就明亮了 这才是泰拉瑞亚嘛 你们看看这个花 花儿为什么这么鲜艳 现在快天亮了 我们去丛林建地三个驿站 就选这个丛林直通车旁边吧 我们把地稍微修整一下 搭上平台 我打算建在这个平台上 好 丛林的房子建好了 我们让树妖和乌依住在这个里面 百年好合 我又稍微修整了一下 上面住人 下面可以钓鱼 这个空中的蘑菇地已经完全成型了 哇 景色相当不错耶 开始在这个上面造房子 OK 空岛蘑菇地的房子也已经造好了 雪月好像来了 这都红了 还有很多小伙伴让我雪月去钓鱼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个坑钓鱼去吧 就在雪地旁边的这个小池塘钓鱼吧 就是有好多这个流星 好烦 诶 什么东西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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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像鱼一样的刻眼 鱼儿桶 这就是我要打的东西嘛 丢一桶在里面 继续钓 诶 又来一个 这什么 还会跳舞 跳舞 哎呦 哎呦 好强啊这个东西 又是鱼儿桶 诶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什么都没掉 诶 又来了 哦 是不是这个东西 吸血鬼青蛙法杖 是不是 终于刷到了 血液都快过去了 知道吗 天界的 但这个应该 现在应该没有的 小鬼法杖墙了吧 只能直接进荣誉室了 我还在这里找到一个野生的 织网发型师 被困住了 解救 现在丛林的金塔也可以买了 买一个 放在这个下面 OK 现在有两个金塔了 试一下 没问题呀 搞定 现在我必须要去沙漠找一下高尔夫球手了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找他 沙漠太危险了 既然他已经给我留了一个洞口 那我们直接给他炸成沙漠直通车吧 传统异能来了 我就挂在这里疯狂的往下面扔炸弹 直到炸通为止 诶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正好高尔夫球手在下面被我炸死了怎么办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炸 还是下去找找他吧 万一真炸死了完蛋了 诶 他还真在这里 怎么没把他炸死啊 如果再多丢两个炸弹 他是不是就嗝屁了 高尔夫球手来了 商人就退位吧 毕竟你只是个备胎呀 他们依然是没有卖森林金塔 看来确实是离我这个公寓太近了 诶 刚刚什么东西飞了 那我们找高尔夫球手有什么事呢 当然是打高尔夫球啦 不然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先买一下高尔夫球杆啊 种类还挺多的 那我们就买这个挖棋杆吧 买一个 再买一个底座 买一个球 我打算用地狱直通车 直接从上面打到地狱来 我们先在地狱铺一个平台 突然发现球洞忘记买了 白跑一趟 又得回来买个球洞 我们把球洞放到地狱 刚刚我居然把底座放到了地狱 下面是高尔夫球时间 放上底座放上球 好 看我 一杆 进洞 啊 平台掉不下去啊 那我们在下面修个平台 再来 一杆 进洞 诶 你掉不下去 但是你却能上去 这合理吗 我再修下一点 行了吧 来 一杆 进洞 诶 对不起 力道用大了 这会我们小猎再打一杆 走 好终于下去了 看什么情况 没进 但是差一点点 我们到地狱来挪一下这个球洞 再来 一杆进洞 哦 进了进了进了 一杆进洞 一杆进洞 可以 再来再来再来 打了 打了差不多 二十多干了 这个 金银桶奖杯 都已经出来了 先搞个金奖杯 放到这边 重点是这个高尔夫球车钥匙啊 我们打了这么半天 就是为了这个 哦 真不错 很拉轰啊 要上车的乘客 请刷卡 我打算开着这个车去打肉山啊 铺铁轨什么的就算了 这个速度不知道行不行 我感觉这个速度打肉山应该是够的 钓了半天 只钓到了一条企鹅鱼 先回去吧 交任务交任务 绒毛胡萝卜 什么东西啊 哦 是一个座器啊 看一下 一个兔子 炒得还挺快的 我刚买了小汽车你就给我来个兔子 怎么不早来呢 知不知道我打高尔夫球都打了20分钟 测试一下这个速度 汽车的速度是 41 兔子的速度是39 差不了多少 但是兔子的起步速度很慢啊 这个打肉山很不好 中途都不能停 算了吧 我们还是用汽车吧 这个汽车也没有算白买 再开下箱子 铁箱 行鱼靴 冰冻霞 暴雪瓶 就这样吧 那么我们本期的准备工作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药也有了 然后视频 也还行吧 这一段我玩了差不多4个小时 我们下期就直接开始去打肉山吧 好本期到这里结束 拜拜